看一下我们水培番茄,现在几层果了,这个一层果已经采收了,二层果,三层果,四层果,五层果,六层花,我们在这边又多留了一个叉,七层,这个上面还能有两层的空间。 所以说我们这个水培番茄呢,基本上一颗番茄会有八到九层果,整个剩余期相对还是比较长的,在这么长的一个剩余期当中啊,因为它是十月到二十八号栽苗了,十一月份,十二月份,圆月份,二月份,三月份,四月份,五月份,可能都会到五月份结束,也就是将近七个月的一个市场周期。 所以说它需要一个庞大的一个根系,去支撑这个水培的番茄啊,那么现在根系长得怎么样,大家可以看一下,我们看一下啊,这个地方看,现在只能看地图了,当中的不能看了,因为都根都连在一起了,看这个排水口的地方,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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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� 你看这根,非常白,第二根呢,它不发粘,证明它没有任何病菌。 你看看,整个都已经穿透这个防虫网了。 无论我们是做水培也好,或者是做机制培啊,或者是做这个土壤栽培啊,根好才是一切都好的一个标准。 对,那么如何我们规划这个根系呢,尤其在早晨呢,因为有时候低分低,啊,对根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。 啊,我们的方法呢,实际上很简单,每半个月用一丝海盗精,每半个月用一丝海盗精,然后就能满足整个生育区啊,根系的一个啊,正常的一个生长。 这是一种种植的一些技巧吧。